You are watching TWICE TV 回到我去了 我們有特殊任務 幫超人員告超人偶 兩隻 爸爸的兒子 都是VCO的 一次過出 一比十秒一比 對呀 一比十秒一比 這個是不是 鵪夜版 對 鵪夜版 即是電影版 即是上一出 對呀 真的鹹蛋超人 對呀 我們開了 有師兄說 許Sir多點上來 沒錯 剛剛上那部電影就是RIDER 我是進戲院看的 當然了 我要離身 我自己就是RIDER的粉絲 超人 為什麼 這部電影呢 就 我看 剛剛跟子女去英國旅行 我在飛機上 我看了第一隻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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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認識了 頂不住 頂不住 未必關他事的 飛機上又累 對呀 我的小孩又不生性 還可以擲 我比我更厲害 我看一半套 你看一半套 我比我更厲害 你都不是特殊迷 我不是特殊迷 你都比我更厲害 我看一半套 我以為我可以捱到長寨症 還沒出場 總之我是不成功的 有了 我有吐槽一點點 我訂了長寨症尾的Polystone 嘩 嘩 這隻是小的 那這個 1比12 當是SHF的尺寸 Figma尺寸 因為他整個鵪野版 有人說 受EVA的影響 除了哥斯拉 其實哥斯拉也是 他一隻輕輕的 都比較瘦 同一個系列 他是拉長的 其實因為 雖然我不是特殊迷 雖然我不是特殊迷 但我老婆就是怪獸迷 是嗎 她只喜歡怪獸 那要見識一下嫂子 其實我是喜歡怪獸多於特殊迷 所以她就不看 因為怪獸經常輸 不是 哥斯拉就贏 卡美拉就贏 她不喜歡哥斯拉 她只喜歡Ultraman的怪獸 即是被人打那些 有一次就 剛巧跟我老婆去日本看了一個 城殿燈的展覽 真的是很大的城殿燈展覽 她就發現原設的原稿 就是貼近這一種身形 首先她畫的時候 那些Ultraman 通常都是撩瘦 那麼多寒背 站得很直 是嗎 是嗎 是 所以我估計 應該都不短 因為穿了皮靠 因為穿了衣服 明白明白 即是草稿的時候 就是長常瘦 全部都是長常瘦 因為是她瘦中的外星人 明白 剛才好像也有很多觀眾說 有些朋友看完 鹹超就說是合理的 但有些人說 跟女朋友一起看蒙面超人 就被人罵了一程車 為什麼 為什麼 都真的很壞參判 不過 很明顯 日本兩款超人 其實那個男性向 比起機械人更明顯 你看些角色都知道了 老實實 譬如長澤正美在裡面 都做這些 而相比起 剛才有網友這麼說 我覺得拉打 就再是男性向一點 它再黑暗一點 而且那兩個男主角 真的沒有為女觀眾服務 沒錯 整個系列都不會為女觀眾服務 歐長文的男主角 在日本是一個很萬人迷的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很後順那個 就顏那個男主角 我想關套劇的事 他的定位都是這樣 那兩個拉打的演員 不能夠說是可以令到女觀眾的眼睛吃冰奇林 哈哈哈哈 我加熱貞和許Sir在一起 在玩這隻1比12的 好像評論拳賽 作為手掌控的我 口水肩 男人不玩的話 好 德哥這隻是不是最後的打角 你這樣形容 我覺得是對的 是不是 算不算 對 整套戲打誰 就是打座妃 還有這個金黑色 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形態 我不關事 他是座妃 他不是座妃 他是座妃 不是 他不是Youtalaman 他是Sophie OK 我不懂擺一些ultriman的姿勢 我也擺得不好 現代帽 這個花式溜冰的姿勢 我想問一下 這一種金色其實也是很難處理 這個金色很漂亮 但是他做得很漂亮 我想問一下他會不會有很多瑕疵 這隻金色是很難的 這個金色應該不是啤色 這個是噴色 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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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是Bandai 最容易HIGH 那些 阿德哥過不了德哥的QC 那些色 這些就是手一指的 或者是銀色 坦白說 這隻如果刮我的判斷應該是會掉的 是的 如果你死刮就 這隻是會掉的 我不知道 他不是 不是那個Material 就是原色 他在上面 這個是噴色 其實你無論是噴色 焗色 總之是附著在上面 你刮到 不過他又不是機械 很難刮的 你又不是一個變形合金 如果你變形合金 就說會刮到 你用卡美拉 這樣撞起來 當然會 但是這些玩具 這些扭動的figure 應該不會有什麼劇 這樣玩真的很SHF 但是他那隻金色和這隻 是不是叫寶藍 還是深黑藍色呢 不是的 黑色來的 你看到藍沒有多少黑 黑色來的 不是深寶藍色 可能你對顏色敏感過我們 如果這樣說 但是我也有可能 他這隻黑色 我覺得是不夠黑的 如果他是黑色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是偏藍 少少藍 座座非是深寶藍黑 還是黑色 你指 這個色 你看清楚一點 黑色 我自己覺得就是黑色來的 可動性方面 其實因為一個這麼裸體的figure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完全 什麼姿勢都能扭到的了 我都 真的 將它任你而獄 我們這一集是最casual的 介紹兩隻figure一次 我以前我家裡還有一套扭蛋 是Ultraman的 但是Ultraman是上班的 因為很多的程度是他擠迫地鐵 在天棒上 真的很久了 對 是 很漂亮的 所以在我印象中 Ultraman 不是要擺有型姿勢 而是要擺這些才是可愛的 小隻那隻 你當然可以當SHF這樣玩 大隻這隻 有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 它的顏色 你說是關於廠市 還是關於原設定市 我想兩邊都有它的功勞 我個人覺得 這個黑金的線條造型 以及它整個身形比例 其實是很棒的 如果就是玩具玩樂 幾樣東西 我覺得是挺OK的 第一個在外形上 就是現在在鏡頭前面 螢幕前面 未必看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 跟以前我們 其實我還沒出生 六七十年代的 鹹蛋 它們的造型 其實它這隻 你當它是貼身很多 就是簡直是瑜伽伏 以前那些膠很厚的 甚至沒有 我沒記錯 就是第一套應該是超人G 還是哪一套 是胸口不用帶薄的 前面以前經常有兩塊膠的空機 所以它 在這樣的設定之下 它這個虎門鋼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我希望鏡頭前可以看到 就是它作為一個生物 譬如你看到一些肚瓷位 它兩個不是很顯的腹部 然後還有這些勒骨 胸口 鎖骨 還有背後面 所有這些細緻位 如果你是喜歡 有些雕塑感的玩具 你好像小弟那樣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正的 這件事是正的 就是 超人的體型 就很活靈活現 另外就是 3ZERO 它這款 它整個握上手 其實不算重 但是它那個重量的比例 在大腿 在腳這些位置 很明顯是敘手害的 所以你想一下 我們從以前玩Hot Toys 其中一個 我都挺苦惱的 其實是 超級帥 但是它那個 頭重尾輕 那樣東西 它是 處理得是幾好 當然 它有一個優勢 就是原先我都說過 它最大的特點 就是 鵪野獸名的 所有這個系列 四大主角 其實它都是高獸型的 如果在玩具設計上面 你不要以為高獸型爛棋 其實它越是高獸 就是它下半身 腰以下越長 其實它的重量比例 是會越好 越穩陣 所以這個把握在手 我不知道它的價錢是多少 但是如果你說 純粹以它的造型 它各方面 聚首很多 聚首的 是的 我想是千鬆一點 千鬆 看你是否它的粉絲 是的 還有一件事 我留意到 就是我剛剛換手掌的時候 我發覺它的上色 就算連那些關節 譬如手握的關節 它的上色都是一致的 就不會說 有時候我們玩某些品牌的figure 如果比較省僻一點 關節的用料 因為有少許分別 關節和手掌 或者手掌和其他 就會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會有的 很嚴重的 是的 這個就完全一致的 就算一比十二那隻 手掌關節和其他顏色 跟手掌的身 所有顏色都是一致的 我繼續發揮 小弟手掌控的特色 他們的造型 我覺得叫不過不失 相比起整個比例來講 我又不覺得他的手是特別細緻的 但是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有一定的造型之餘 其實他的彈性是相當不錯的 這方面無論是一比十二 還是大一倍一比六 基本上他的手指 是有足夠細緻的 之餘 其實那個彈性其實是OK的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同一隻顏色 你要在兩個不同的物料 呈現出同一個效果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這裡是硬身的 手掌就是軟身的 但是在顏色方面 完全是match 沒有任何違和 這些應該是下了很多功夫 沒錯 那他的物料 因為他牽涉到兩種物料 一個就是他 本身玩具的那個物料 第二就是上面他附著那一層 第一我相信3-0應該是試了很多個組合 可能那裡不是說幾十個 幾百個組合 第二就是他這個coating 除了工序 如果他們比較扔本 是他們做得厚一點 上得厚一點 那其實也都 好像Walker這樣說 他整個顏色的一致性是會好一點的 當然這個 隨著連月 我們老婆的皮膚都會變 是吧 他會不會變得兩字色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所以麻煩就試試玩了 是的 補充一點點 剛剛Walker是放得很漂亮的姿勢 就是很有趣的 另外其實你要留意那些細的 大腿的細紋 就是有一件的 還有一件細的 其實要留意這個位置 其實生產度是有些困難的 因為它的大腿有流線型 那你是做噴油的時候 或者黏的顏色紙上的時候 其實要駁回位置 其實你明明看到 有一點點瑕疵 但是這個也是工廠生產的難度之一 也是成本之一 其實你留心一下 Moka你可以看一下大腿 那條右間位 其實是有些搭位的 是貼來的 可能是貼來的 是貼去貼 是貼了再做coating 不過剛才兩位說得很好 那個上色 其實空側顏色 這次是做得很好的 起碼你看一刻 所有金色都是一致的 不會突然走一些東西出來 剛才跟我們說 關節位那些 我們叫POM的膠 或者塞鋼膠 那些膠是很難上色的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它做得很好 其實這次做得很好 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知道 以前是上不到色的 它可能混購出來 那陣影 或者其實它根本就是ABS 這個不知道 不過純粹在外觀上 因為有時候 跟一間公司的關節 就出了很大的對比 非常好 剛剛看了價錢 原來只有400元 真的很大 我記得它的價錢 成價比很好 好像都不行 差不多 差不多 一款 一款 但是那隻 正面對決 1020 而且眼睛 因為我們懶得 沒有裝到電池 真的要開燈的 你現在才說 你可以開個臉 剛才你說我不想打斷你 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很油膩 打斷你 雖然想撿你很久 你怎麼開 就這樣 很簡單 很簡單 打開一塊臉 這樣拉開就是 我沒有指甲 這樣就是 開後面 開的叫後尾斬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就不斷打開一塊臉 這個燈 我們是沒有電的 我們沒有入電 它上電又是用螺絲的問題 這個又再提一提 可以考慮不用螺絲 我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原來一定要入螺絲 原來是美國那邊的要求 入電池一定要用螺絲 按鈕就可以 原意是什麼呢 安全 他不想你不容易 就讓小孩子接觸電池 他認為電池是危險的 所以原來在美國 所以一定要用螺絲 一定要用螺絲蓋 電池蓋 一定要用螺絲蓋 有螺絲蓋 我怪錯了 我怪錯了一些公司 原來在美國 但按鈕呢 如果可以 我講回之前的玩具 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玩具 按鈕如果可以改良就好 不用按鈕 或者要拆開它才按鈕 另外就是個人的間爪 因為之前看到一些官圖 其實我自己有 比較抗拒玩特攝的人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的關節 因為他越是可動得多 你的關節 分開一塊塊 其實就是越多 你整個外形的完整性很破壞 而且你很難投入 拉打是比較容易的 尤其是早期那些 超和系列是昆蟲 昆蟲是一塊塊的 那我就覺得 咸蛋很困難 咸蛋給人的感覺 就是他整件都是咸蛋 他一鋪過 一件衣服 所以我看官圖的時候 覺得他一節節很機械 甚至是木偶的感覺 但是拿上手玩 不知道為什麼又沒有什麼 這個就順眼了 所以這件事也是 不過他也有那個 這個不是Iron Man 這個Ultra Man 也有底褲現象的 凡人的底褲 所有男性女性的底褲 都是以柔軟為主的 所以這條黑底 將來會不會變成灰底呢 這個就 因為他軟的 他不可能硬是底褲也軟的 他這條黑色的膠是上色的 不是原本啤出來的 底褲有可能是Best 應該不是我肯定 底褲有可能 但他本色的膠是什麼色就不知道了 這個呢 可能是黑色膠 應該是再噴的 因為很難這麼接近的 如果Best 就是混得很準 才行 應該是再噴的 許淳沒說錯 他是PVC PVC 那些油就是 其實他那些油 是PVC有特別的油 就是塗進去 入侵了表面 對 吃了 所以就會跟原屍的膠有變化 反而你的膠的油在扁層 就不會影響膠的內容 這些就是專業的 好啦 11點達三 交給下一個 下一個了 到時候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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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